HELLO 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Infinity F-X35 這部車大概在當時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 排氣管的聲浪 那時候還特別調校成跑車特別的聲浪 這台是3500cc的NA引擎 當時的像是Lexus的RX350 或者是Infinity的這樣的集聚 都是以大吸數然後NA的引擎作為一個動力的輸出 它原廠的全面懸吊系統是賣化成的 後面的話算是一個多連桿 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一個懸吊 車主的話已經有改裝旅圈 其實它本來的鋁圈的尺碼就已經很大 一樣是20吋的 只是換了一個改裝形式的鋁圈 輪胎的規格一樣是2655020的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懸吊好了 前面的懸吊呢 KT所附的是總層件 上速、避震器還有方針套、饅頭這些全部都有 後面的懸吊的話呢 是上座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這是後面的避震器 上座的話要沿用原廠的 那後面的彈簧很大一圈 彈簧上部的這個橡皮呢 是需要拿掉的 才有辦法放上KT的一個Hilo Key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後面安裝的部分 這邊好了 先看另外一邊好了 它後上座的沿用 在這裡 這個是後面的懸吊 後面的避震器 避震器的上座是需要沿用 可是它的橡皮KT就有附了 所以上部的橡皮的話 是用KT的 這個橡皮是用KT的 那阻尼的調整呢 是要靠桶芯裡面 這裡有一個插孔 從這裡來做阻尼的旋轉 後面的 因為這台車重 其實四輪驅動 加上修理車的大型尺碼 所以車重還蠻重的 後面的話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 是12公斤 好 補個燈一下 這是12公斤的彈簧 後面的Hilo key 剛剛彈簧上方 那個大橡皮是需要拿掉的 所以這裡有KT的話 有附一個Hilo key 一個平整的座 這個座的上方其實還有一個橡皮墊 橡皮墊的話也都有附 所以需要把原廠的上橡皮墊 彈簧上方的橡皮墊把它拿掉 那下方的橡皮的話就沿用原廠的 這裡有一點安 我補個燈一下 它的彈簧下方的橡皮 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所以它後方的彈簧 還有避震器呢是分開的 避震器是在這裡 避震器在這裡 其實它有一個斜度在 所以它的後面的避震器呢 它的作動的角度不是直的 是稍微有一點斜度的 是在這裡 那這台車在做定位的時候呢 它的Camper也好 或者是投影也好 都有做偏心螺絲是可以調整的 所以它能調整校正的角度的還蠻多的 今天車主的要求呢 車高並沒有要降低 就維持原廠的車高 前面大概是四指幅 後面的話大概是三指多 這邊的避震筒已經做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避震器的部分 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上座要沿用 然後這個是下方的固定點在這裡 這個是後面的彈簧 跟HILO KEY是分開的 那KT的話呢 高低 高低的可以調整 軟硬的話呢也可以調整 一共有30段的阻尼軟硬直呢 可以隨著車主的需求來做調整 這是原廠拆下來的後面避震器 右後的話可能使用的里程有點久了 里程多了 然後時間有點久了 它的後面桶身有點漏油的狀況 那基本上這台的車底的結構 其他零件的話有一併做檢視都還很OK 譬如說我們在拆裝的時候會注意一下離載串的狀況 或者是方向機合上頭 或者是三腳架 這些零件的話 目前狀況都還很OK 這個是前面的懸吊系統 這個是FX35 我們一般都說FX35 FX35的車頭 它的上座 其實拆裝的時候超簡單的 這一台我們大概也施工了一個小時而已 它的上座在引擎室打開 就能看得到這裡有一個三顆螺絲 這個就是避震器的上座 那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阻鈴值的 我們如果往順時針的方向 它有一格一格的手感 這樣就變硬 往H 往S的它就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鈴可以調整 那KD的話有附這個強化上座 不需要再拆原廠的來沿用 這個是3.5升V6引擎 大概十來年前 大概十年前 2008年 大概十年前 十一年前左右的車款 那時候的都是一個大級奇數的NA引擎為主 這台車的妥善率其實很高 沒有什麼特別的毛病 跟同期車款RX350一樣 它的妥善率都是很出名的 就是非常棒 前面的話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10公斤 那它的離載串的固定點 油管架的位置 還有ABS感應線的相對位置 這裡有一個扣距 後方的話也還有一個扣距 這些都是比照原廠相對的位置 不用再用束線帶 或還需要再花錢改短的離載串 都不需要 KT就都可以直上 那前面的懸吊系統是麥花層 這個麥花層的懸吊呢 它不只是負責上下 它還要負責轉向 當我們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還要負責轉向 所以當調整車高完畢之後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一定要特別把它懸緊 甚至是要用敲的方式把它敲緊 才不至於會鬆脫 鬆脫之後呢 就會有異音的狀況 那在用料的部分 KT所用的裡面的填充的阻尼油 我們使用的是一整桶 從義大利進口的IP的阻尼油 所以它的油品的抗衰退度 還有消泡性種種表現的話 相當的穩定 而且KT的話這些零件 就算用那麼好的阻尼油 它有一天還是會劣化 那劣化了之後它的乘坐感 如果沒有像原來那麼好做的時候 也都是可以翻修的 油封的話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上座的話使用的是日本KOYO的軸層 前面也安裝好了 我再來錄影的 這個是一個算是一個中大型的休旅車 OK以上是今天08年款FX35的安裝KT避震器的分享 如果有需要試乘的車友 很歡迎跟我們粉絲團 你在FB裡面打上KT Racing來搜尋 就能找得到KT的粉絲團 有需要試乘的話 再到粉絲團裡面去私訊我們小編 謝謝大家 掰掰 FX35